第七條,今次是Skyline Airways,是一間上市的公司,主要做行業公司 金融管理人士提出了一些優惠 因為他們的公司的公司都要靠旅行社,而他們就非常重視公司的公司 他們發現很多公司都不願意付款,他們就需要去改善和修改 即是將那些公司的公司需要修改 所以在7D方面,究竟问一下你什么叫Credit Policy 有什么元素,例如有什么元素 有时间后,究竟用这些元素去减少离联系统 即是减少交易公司的交易公司 首先要了解的是什么组成Credit Policy 你会看到有三个 第一个是Collection Policy 第二个是Credit Terms 第三个是Credit Standard 它有关于各自的方法 我想将这个方法用另一只Scope的HIGHLIGHT 用蓝色 第一个是可以加快收数的程序 即是Expedity 这个字可以用Fast 或者Accelerate 第二个是如何加快收数 例如Remind Remind 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方法 又或是 如果它过了数期 你就立刻找别人去收索 我会找注资料 等等 有些叫Debt Collection Agency 第三个 第二个方法就是Credit Terms Credit Terms 基本上它里面包含不同的东西 譬如它可以将Cash Discount 即是将Cash Discount 加大 adjust case 这个是将Cash Discount 提升 这样就大一点 折扣大一点的时候 容易令到Travel Agency 留意乎的假的 或是将Credit Terms 更加快收到 所以可以将Credit Terms 更加快收到 第三个方法就是 即是将Credit Terms 更加快收到 相关的 所以可以做到 即是将Credit Terms 更加快收到 之后 即是将Credit Terms 我看到同學回答的時候,他會回答到一個關鍵點,就是Credit Standard 或者Collection Policy 這裡其實已經得到兩分,然後他會相對應各種,譬如他會說 Evaluate Credit Agency 的Credit Record,就是看那個Standard 他會找到哪個有多些Bed Deps 第二,他會說,如果Credit Standard 增加了的時候,我們就可以減少延避免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而這個Collection Policy 應該是沒有特別去提及的 所以應該是要加快收數的程序 如果你要說回的話,就是Frequently Reminders 或者收送公司等等